百丈悬崖,飞一身而下 飞檐走壁,无所不能 60年代的解放军战士到底有多牛 为什么能被称为陆地最强 看完该视频你就明白了 该珍贵影像拍摄于1963年 记录了当时解放军战士的训练日常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面对四五层高的房子 解放军战士仅凭着手上的竹竿 如履平地的就跑了上去 要知道这是90度的墙体 普通人就算借住梯子都很费劲 而解放军战士仅凭一根竹竿 可想而知当时的解放军战士有多强 而下楼就更简单了 只见解放军战士顺着绳子一跃而下 中间都不带借力的 而面对十多米高的悬崖 解放军战士也是一根绳子 然后飞升而下 这让我不得不怀疑 解放军战士是不是都有轻功基础 我原本以为这就是解放军战士的极限 没想到下一秒 另一位战士走了出来 面对三四米高且没有任何着力点的楼房 这位战士没有借助任何外力 仅凭借着手部力量 不到一分钟就爬到了楼顶 我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速度吧 而正是有了这群解放军战士的艰苦训练 无所畏惧的精神 才有了我们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向解放军战士致敬 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感谢观看